大腸鏡檢查 是一個以內視鏡技術 來檢查大腸的內壁 病人在檢查之前 需要飲用長度清潔劑清潔大腸 護士會在檢查開始之前 為病人注射、鎮靜劑和止痛藥 以減少不適 內視鏡本身是一條1.6米長的儀器 可以幫助醫生檢查整條大腸 達至盲腸 病人在檢查當中會承受一定的風險 包括感染、出血或穿孔 如果在檢查時發現蝕肉 醫生可以直接撤除 或抽取活組織進行化驗 如果檢查正常 醫生會建議病人在10年後再做一次檢查